而美国这个礼拜发生了近80年来最严重的森林野火消防员殉职的事件 总共有19位消防员殉职 那么在Arizona这个地方呢 这单位总共有20位消防员 当天有一个人请假 换句话说 经常扑灭森林野火的所有的人都殉职 主要的原因是森林火非常大 然后风一来的时候 这个野火一分为二把四 所有的消防员全部都等于是包围在火场里头 无一幸灭 这天6月30日中 美国消防员Andrew传了这张照片 告诉至爱的妻子 他将继续撇走执行野火任务 熟料野火瞬间撂远 19位消防员几分钟后全死于火焊 美国近80年来 最多消防员殉职之火 我们都想问 熟令之之 美国西部亚利桑那州 上周创下19年来最高温48.3度记录 北面的内尔山闪定披下 引发熊熊山火 大火瞬间从400亩暴增炎烧数十倍到8400亩 时间仅在短短几小时内 最后的致命点 不固定的风向突然转向 结果让火式面积迅速暴增 大火将19位消防人员团团包夹 终究逃不出火场 他们非普通的消防人员 他们是19位美国最精锐 专门处理严酷森林野火的消防员 却无以幸免葬身火害 成为911事件后最惨烈的消防员意外 或许我们得承认一个现实 气候变迁 越来越热的地球 它足以杀人 从6月28号开始 美国西部残酷又高温的火炼 加州曼哈顿海滩 大批人潮涌来 因为棕壁群高温达48度 加州死亡谷甚至创下 摄氏54.4度的高温 距离1913年历史高温57度 已经不到3度 142度 希望这晚我会在拉斯维加州 我穿白色的地球 所以我没事 谢谢神 整个西部像火烤一般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 接下来的美国西部 包括加州 内华达州 亚利桑那州 将接近历史最高温记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